今天的午饭是超级轻薄的土豆片 还有蒜苗炒豆腐都超级下饭 某人已经饿了 哎呀呀呀不好意思 马上就轮到你了 如意最近说话的声音特别像小黄仁 如意在吃烤地瓜片 我发现如意今天的穿搭 跟我的床单背罩好配呀 小黄仁开始说话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不够我们的 今天晚上吃饭啦 庆祝庆祝一下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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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祝贺姐姐 拍完了吗 我可以给她抢了 好的 拍完了 吃完饭了 吃完饭之后如意睡觉了 我跟我爸出去练了会车 因为我下周一要考驾照 所以说现在临阵摸枪一下 尤其是练着停车 希望这次能一口气就过了吧 今天之所以晚上吃的还挺隆重的 是为了庆祝我被我们大学 那个乡学院的owners program录取了 我心里还挺高兴的吧 就是等这个消息也是等了很久 然后为了整个申请过程 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虽然说自我安慰吧 即使没劲也在过程中学习了 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收到了offer还是心里挺高兴的 我觉得有些好消息呢 它就是有一个神奇的解忧的功效 就是它仿佛能让你一瞬间忘掉 好像接下来会有的很多的挑战啊 烦恼啊就会让你一瞬间觉得自己特别强大 特别的无间不垂的那种感觉 这今天接到offer 我就有这种膨胀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 就是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再难的一切 都就是会一马平穿就这样了 然后上一次也有这种感觉 好像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吧 就觉得哎呀 感觉前途坦荡 没有什么太值得忧虑的 就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种假象吧 但是我觉得又有这种很自信 很满足的感觉 还是挺难得的 那我先睡觉啦 会イ hoped就有这种感觉 呢 我会不会让你感觉 将这事 哎呀 。